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薄荷,又称苏薄荷 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以精业如药 有疏风、散热、解毒、透枕等作用 薄荷含挥发油 其主要成分是薄荷醇和薄荷酮 是提取薄荷脑的主要原料 薄荷喜欢阳光充足、温暖湿润的环境 无霜期移在200天以上 对土壤要求不严 除了重碱地和重年土地、沙地外 都可种植 但以肥沃的壤土和沙制壤土为好 薄荷液有散风热、止氧的作用 薄荷泡茶喝 可以利用薄荷中的薄荷醇 薄荷、薄荷、薄荷的抹风清热作用 泡发、铜、普通茶叶一样 饮用有清凉感 是清热利尿的良药 薄荷液泡茶的好处 一、将薄荷液泡水 因为里面还有薄荷醇等因子 会让人的皮肤产生清凉的作用 尤其对于消炎止痛 都有特别的效果 二、因为薄荷中的成分 可以引起人体神经系统的兴奋 从而使得人体血管热胀 促进人体流汗 因此有让人体温下降的作用 可以用于解暑、解热 三、薄荷液中含有抗炎剂 对于烧伤烫伤有奇效 不但让人不那么灼热难受 而且可以防止炎症扩散 四、经常吃薄荷液做的食物 对于胆、肝都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可以用于治疗胃溃疡 如果是肝品 可以挂上面糊过油炸 做薄荷椒液吃 同时可以用薄荷椒液 蘸辣椒酱等调味料一同吃 但是对薄荷过敏的人不易食用 薄荷液渐味去风 口含有薄荷产品的方济 对于味觉神经和嗅觉神经 有兴奋的作用 它对口腔黏膜 有灼热感和刺激作用 能促进口腔流咸 增进食欲 增加胃黏膜的供血量 增进消化功能 有益于治疗食肌不化 解除胃丸胀质感觉 也可治疗恶逆和精卵性胃痛 此外 薄荷在肠道内 亦有较好的屈风作用 能减轻 肠冲气 延缓肠肌蠕动 具有减缓肠膳痛的作用 薄荷叶 芳香调味 主要利用薄荷所特有的 清凉、润喉 而芳香宜人的气味 来掩饰和改善 一些具有异味 和难以吞服的药物的不适感 薄荷叶缓解压力 现代人亦疲惫 对于工作压力大的人群 更容易产生烦躁 失眠 肝气郁结等症状 薄荷能有助缓解烦躁 失眠等症状 改善抑郁等不良情绪 能提振精神 使身心欢愉 帮助入眠 薄荷叶的食用禁忌 薄荷性凉 因此食用起来 还是要注意一些禁忌 不适合的人群 还是少食为好 一 孕妇不易过量食用 又因薄荷 有抑制乳汁排泄的作用 哺乳中的妇女 也不易多用 二 肺虚咳嗽 因需发热多汗的患者 也慎用 三 齐聚醒脑的功效 因此晚上 不易饮用过多 薄荷叶的药理作用 清热解暑 散热 少量的薄荷 能够兴奋中枢神经 使周围的毛细血管 扩张而散热 并且能够促进 汗腺分泌 因此 薄荷具有降低体温的作用 薄荷的精液 乳药 腥 凉 气香 乳肺 肝精 具有清热解暑 去风消肿 沥烟止痛的功效 经常用于 风热头痛 咽喉肿痛 风热感冒 目翅疼痛等 增进食欲 帮助消化 中老年人 常吃一些薄荷粥 可以清心一神 同时 具有疏风散热 增进食欲 以及帮助消化 等多种功效 炎热的夏日 在家中用薄荷 给自己做份 凉汤来喝 不仅可以解渴 还可以解暑 一举多得 你可以试一试哦 薄荷的功效和作用 比较多 小编建议 消化系统不好的人 可以经常食用薄荷 这样有助 肠胃消化吸收 消炎止痛 当代科学家们 对大量药物 进行了研究 发现薄荷液 具有阻止癌症病变处的 血管生长 是癌肿瘤 得不到血液的供应 最终 饥饿而死 薄荷的功效与作用 还有很多 夏季 是蚊虫较多的季节 在卧室靠窗的地方 放上几株薄荷草 每天睡觉前 喷一些水 让薄荷的香味 充分地散发出来 那些不堪忍受香味的蚊子 就会落荒而逃的 如果不小心 被蚊虫叮咬 可用薄荷汁液 止咬 使用以后 清凉舒适 注意事项 一 因须发热 血须眩晕者 慎服薄荷 表须自汗者 禁服薄荷 孕妇 勿过量食用薄荷 此外 薄荷煎汤 待茶饮用 切记久煮 二 胃溃疡 胃酸分泌过多 患有 取齿者和糖尿病患者 肾食泥蒙 三 蜂蜜不适宜糖尿病患者 脾须蟹蟹 即师祖中焦的 顽腹胀满 胎后腻者食用 且蜂蜜不易用肺水充饮 更不易煎煮 温开水放入蜂蜜即可 蜂蜜也不易放在 金属器皿中 夏季养生之薄荷食谱 薄荷茶 材料 干薄荷四前 冰糖 绿茶少许 做法 锅内加两千毫升的水烧开 放入薄荷叶和绿茶 熄火泡到水凉 滤出叶渣 即可加糖饮用 干薄荷叶可在中药店买到 如果你有新鲜的薄荷叶更佳 冲泡比例是一前薄荷叶 配五百毫升的水 功效 清清凉凉的薄荷 能消除夏日的火气和胃肠郁闷 而且如果有夏季热感冒 这是一道很不错的饮品 薄荷绿豆汤 材料 薄荷五克 一人三十克 绿豆六十克 白糖一到两勺 做法 一人绿豆洗净 用水泡三小时备用 锅中倒入八十毫升水 加一人绿豆 以中火煮开 盖小火熬煮半小时 加薄荷 白糖 继继续煮五到十分钟 盛入碗中即可 功效 清热解毒 特别适应长青春豆的人饮用 薄荷粥 原料 薄荷五克 羹米五十克 制作 先煮羹米粥 淋熟入薄荷 再煮几肺 发香气集成 用法 空腹服食 疗效 疏散风热 致风热感冒 而见发热恶风 头目不清 咽痛口渴者 取薄荷十五克 汤间四冷 以羹米六十克煮粥 待粥将成食 加入冰糖适量 再煮一二费 即可 可供早晚餐 温热浮食 薄荷是一种 纯形植物 中医用薄荷 作为发汗 解热剂 明里是针 本草 纲目中云 薄荷 心 能发散 凉 能清沥 专于 清风散热 故 头痛 头风 眼目 咽喉 口齿 朱病 为药药 据 医于心中记载 薄荷 通关阁 立烟喉 令人口香 中老年人 春季 吃些薄荷粥 可以 清心移神 疏风散热 增进食欲 帮助消化 好了 以上 就是今天的 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 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 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 给身边的人哦 那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就算了 在这个视频 吃完 时 这 根 十分 这样 爱 如今 等 准一 子 或者 准一